第一次安打蹦蹦蹦 特別激動 釋放吧 因為前陣子說真的 很久就是有颱風架 颱風架 然後又很久沒比賽 然後比下去的時候又開始痛 然後基本上在挑戰賽之前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沒打這種比賽 所以在這兩場 前兩場我覺得狀況沒那麼好 但心就急著想要幫助所有隊 所以 更太早期了 然後很重要的就是 呃... 丙總 在 新聞上講說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下場 可是這句話 對我的意義很大 他是如此相信我 不能這時候懷疑自己 然後也隊友們分分都告訴我說 結線 統一是這個球隊需要你 你不用太過自責 你只要在場上的話你就會讓我們安心許多 我覺得這句話 不會讓我們感動 所以 謝謝隊友們 然後 說真的今天 能打進冠軍賽是隊友們 就是互相 親切的然後打進的 我相信在冠軍賽的時候 我們能夠更團結 然後拿下總冠軍 跟去年結果不太一樣 這種心境 其實去年真的很不甘心 然後今年 我就跟隊友說 很輕輕的 又打這次挑戰戰 去年被他們很少 然後今年我就把他保護 對 我覺得運動員就是這樣子 你在哪裡失敗 你只要從哪裡站起來 然後 上一次被兄弟很少 對 2021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忘記 然後 希望我們在冠軍賽的時候 能夠把全部的力量 然後全部的力氣 然後 為統一拿下一座總冠軍 你只要讓我拍照 就不要說 他因為他都沒有空 所以就要講 事物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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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